四星大學啦啦隊展現活力 除了動作整齊外 還要訓練拋接等高難度動作 吸引觀眾目光 但訓練過程受傷在所難免 四星大學去年和衛生福利部 台北醫院簽訂合作計畫 替運動員提供專業醫療服務 我們台北醫院提供24小時的 及時的一個診斷的服務 那同時提供後續 包含骨科 復健科中醫的一些治療 那成為這些運動選手 最安心的一個後盾 那我們會把我們的選手 包括賽前的檢查 包括賽後如果有一些傷害 我們會通過台北醫院的 綠色的通道做及時的挽救 部立台北醫院在三年前 成立運動醫學中心 整合骨科 復健科 放射科等多位專科醫師 為運動選手開設24小時 綠色通道服務 目前已經照顧過帕運 直籃 直棒以及大學運動員 幫助選手可以快速恢復體能 回到運動場上爭取佳績 我們的球隊 我們的隊員 我們的運動員 就非常非常快速地 在經過綠色通道 然後有精準的醫療 很快地可以恢復他的身體的狀況 那最近布立院也成立了 進口的一個高壓癢 所以阿巴西跟謝爾先 他們也來曾經嘗試看看 就是運動恢復的這一塊部分 那事實上他們做完之後覺得 經過高強度的訓練之後 他們的疲勞恢復是非常快 運動員常見的懷關節損傷和韌帶拉傷 經過醫師個別化治療 只要幾個禮拜就能痊癒 台北醫院還成立高壓癢中心 讓選手減輕疲勞感 精準治療讓運動員無後顧之憂 持續為國爭光 記者邱盛民台北報導